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世界观news讯有乐坛教父之称 现年96岁的Uncle Ray Ray Cordero 郭利明纵横香港广播界于70载 多年来主持电台节目 以音乐慰藉人心 他在6日宣布因疫情影响 将于5月中告别电台主持工作 正式荣修并开展新生活 现时Uncle Ray在香港电台第三台主持节目All the way with Ray 至今超过40年 在直播室推荐西方音乐 他在主题签里同行终须一别的退休声明中透露 自去年12月 听从家人及朋友劝欲暂修 留家抗议 新冠病毒肆虐 身边的朋友都劝阻我继续上班 无论我清静如何年轻 也得承认自己年事已高 风险极大 只好听从 劝告 暂别直播室 没想到疫情便是4个月 疫情严峻 回归无期 让我放了一个悠长假期 也多了时间 思考未来 Uncle Ray 热爱音乐 也喜欢在节目中 与乐迷交流 他在退休声明中提到 过去无数的日子 我放下唱片 除低耳机 关掉咪高峰 离开直播室 不会 有什么特别感觉 因为知道第二天 还是会回来 几个月前 真的难以想象 今天的决定 我要退休了 在1980年 告别公务员生涯的Uncle Ray 笑颜 自己距离上次 荣修超过40年 而且工作 比第一个职业生涯 还要长 并且精彩程度 也不妨多让 好比活了两次 又说 退下来 不等于停下来 我还是与音乐同在 我深信人生有劲 音乐无限 2000年 Uncle Ray 被列入建立式 世界纪录大拳成为全球 持续主持电台节目 最长久唱片骑士 照片设于香港 电台迁徙星岁酒会 Uncle Ray 于1924年于香港出生 1949年 加入力德夫生 出任撰稿员 后获升为唱片骑士 主持首个节目 Progressive Jazz 即后他于1960年 加入香港电台 自此一直在港台英文台工作 并由1970年 开始主持香港最长寿的电台节目 All The Way With Ray 他除了在节目中 推荐西方流行音乐 已曾经为听众带来不少乐坛经典歌手 及乐队访问 其中Uncle Ray 于1964年获派网 英国广播公司 BBC 修读一个 为期三个月的课程 期间曾两度贴身访问 著名乐队 The Beatles 其后于乐队到访香港时 再获专访机会 前后共访问他们三次 Uncle Ray 更将现场演奏 带入港台节目 为曲冠节 莲花乐队 泰迪罗宾 Joe Jr.本地年轻乐队及歌手 提供演出平台 倾力推动 本地乐坛发展 Uncle Ray 多年来 获得不少嘉曲及荣誉 包括于1987年 获搬大英帝国园左勋章 1997年获港台 颁发广播成就荣誉奖 2000年 被列入建立式世界纪录大权 成为全球持续主持电台节目 最长久唱片骑士 2008年 我香港特区政府 颁发童子经兴章 2012年 我香港演艺学院 颁受荣誉院士 广播处长李百全 感谢Uncle Ray对广播界的贡献 Uncle Ray多年来 透过主持电台节目服务公众 并积极推动流行音乐文化 他的成就 有目共睹 香港电台 中兴祝愿Uncle Ray容修后 有如苍松脆白 身心慷慨 Uncle Ray将于下星期 10-14-5重返录音室 主持最后一周All The Way With Ray 与各位听众 在大气电波中 叙旧和道别 他议会于下星期日 16-5 现身港台第二台节目 2000亮歌再重聚 与主持屈锐强级听众 分享更多人生精彩故事 及介绍他 最新出版的自传 节目更请来泰迪罗宾 周Jr 与郑东汉 评歌向Uncle Ray致敬 编辑 张艺佳 安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